2023上半年 收拾不高但好看的七部韩剧 今生也请多指教 收拾平平但评价高 九尾狐转1938 没爆红但好看 有力的诈欺 看过都推 韩剧一 今生也请多指教 今生也请多指教 宪政热播 该剧找来申惠善 安普贤主演 剧情讲述 记得每一世的女主人公 在第18次转世 爱上了男主角文瑞夏 不久后 却在一场车祸中死亡 后来女主转世为潘之音 在第19次的人生中 与文瑞夏重逢后 展开的爱情故事 今生也请多指教 因翻拍自高人气网慢 加上申惠善和安普贤 这对高颜值CP 在播出前 受到不少期待 而剧集播出后 也因新鲜有趣 且引人好奇的剧情发展 申惠善 与安普贤的高CP感 及唯美的画面质感等 收获满满好评 被不少观众认证 是翻拍很成功的漫改剧 今生也请多指教 目前播至六集 虽然整体回响很不错 但因为播出时段与恶鬼 欢迎来到王之国 等强当韩剧相同 导致收市都只在 4%至5%之间起伏 没能继续升高 相当可惜 很多网友都觉得 这不值得更好的收市 韩剧二 有院子的家 有院子的家 是六月底新开播的悬疑剧 由金泰西黑暗荣耀林志炎主演 该剧改编自同龄小说 讲述拥有幸福 完美生活的主妇朱兰 发现家中院子藏有秘密 从此颠覆 有院子的幸福的家的价值幻想 并描写她和遭受家暴的 妇女上安相遇后 为了寻找幸福而奋斗的故事 有院子的家 是近期评价很不错的悬疑惊悚剧 网友表示 这部悬疑分为营造的很到位 透过镜头 配乐 传达出紧张 窒息感 双女主的人生背景 和相识过程交代得很清楚 虽然推进节奏有点慢 但金泰西与林志炎演技都很出彩 加上猜凶手的推理剧情 与细思极恐的细节 相当吸引人 而有院子的家 在小台ENA播出 虽然收视只有1.9%左右 最高才达到2.553% 但其实已经算是不俗成绩 目前也普遍获得网上好评 爱看悬疑剧的剧迷可以追 韩剧3 《九尾狐传》1938 《九尾狐传》1938 由李洞旭 金泛 金素颜 及刘清秀主演 第二季剧情时间线 定在金泛饰演的李朗 牺牲自己4个月后 讲述《九尾狐》李宴 为了让杀人无数 无法转世的李朗 能够转世 穿越回到1938年 并在1938年 展开一连串冒险的故事 《九尾狐传》1938 剧情分为比第一季更轻松欢乐 剧情着重于李洞旭 与金泛之间的狐狸兄弟情 以及李燕与故人们的故事 第二季《没有爱情线》 依然很好看 打怪情节无冷场 李洞旭 金素颜 和刘清秀的友情线 也很受观众喜爱 很多网友都觉得 好看程度不输第一季 《九尾狐传》1938播出后 收获许多好评 可惜 《英语车真书》一声同期热播 播出期间讨论度并不高 大部分收视也只维持在6% 最低还曾跌至4.728% 仅在结局冲上8.024% 让不少网友都觉得 这部收视相当可惜 应该值得更好的成绩 韩剧四 《有力的诈欺》 《有力的诈欺》 由千玉西 金东旭两位演技派主演 该剧剧情讲述 《没有同理心的天才诈骗犯》 和《过度同理心的律师》 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联手向绝对邪恶的人们复仇的故事 是2023上半年收视 话题不高 但评价很不错的复仇韩剧 《有力的诈欺》题材很新颖 有点像是诈欺版模范出租车 主角们联手用诈欺手段 以恶制恶 剧情节奏明快 氛围不会太严肃沉闷 每个角色都有不同魅力 演人演技更是全都在线 没什么冷场 让人看一集就停不下来 而《有力的诈欺》播至11集 收视都只有3%左右 尽管回响不热烈 但看过的观众都很推 韩剧舞 《偶然遇见的你》 金东旭除了《有力的诈欺》外 另一部《偶然遇见的你》 评价也很高 《偶然遇见的你》 由金东旭搭档秦吉周主演 该剧由《绿豆传》编导 再度联手打造 剧情讲述一个寻找连怀杀人案 真相的男人 和一个想要阻止父母结婚的女人 各自穿越回到了1987年 两人在1987年相遇后 展开的悬疑爱情故事 光看剧名 海报氛围 可能会以为 《偶然遇见的你》 是浪漫爱情剧 但其实 这部结合了奇幻 穿越 爱情 及悬疑等元素 剧情丰富 但不模糊主线 虽然要素多 但节奏不乱 主线 支线分配恰到好处 每一集进展都很快 对角色的情感刻画 也十分细致 尤其女主角与妈妈的亲情 更是让许多观众都看哭 每一集都相当引人如胜 虽然后期对案件 凶手动机铺陈不够完善 但网友们都觉得 狭不掩瑜 非常值得一追 而《偶然遇见的你》播出时 收视也只有4%左右 最高收视落在结局5.7% 虽然不算亮眼 但剧集口碑很高 很多网友也都称赞 这部悬疑线非常精彩烧脑 时间线很好理解 也有令人惊喜的反转 更将每个人都营造得很有嫌疑 让人猜不出凶手 忍不住就想一集 接着一集追下去 韩剧6 能成为陌生人吗 能成为陌生人吗 由产后回归的江苏拉 张胜祖主演 该剧 以专门处理离婚诉讼的 法律事务所为背景 蒋述被称为诉讼女神的 明星律师吴和拉 与她才华洋溢 充满魅力的律师前夫巨恩范之间的爱情 和人生成长的故事 能成为陌生人吗 是在小众电视台 ENA播出的韩剧 播出时 收视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讨论度也不高 尽管成绩相当低迷 但默默收获了高口碑 能成为陌生人吗 讲述关于离婚夫妻的故事 不少网友认为意外很好看 剧情写实细腻 不落俗套 分为轻松欢快 江苏拉和张胜祖的自然演技 也很能引人入戏 贴近现实的结局 虽会让人感到惆怅 但不会觉得遗憾 很多观众都觉得结尾收得很好 而虽然这部最高收视 只有1.762% 不过在小台 已经算很不错的成绩了 可见是真的好看 韩剧7 Numbers 大厦之灵的监视者们 Numbers 大厦森林的监视者们 由金灵珠 崔振鹤主演 该剧剧情讲述 仅高中毕业 就当上会计师的张浩宇 面对大型事务所的不正之风后 以最不向会计师的方式 实现正义的故事 Numbers 大厦之灵的监视者们 以会计公司为背景 剧中刻画很多会计的工作内容 也出现不少会计专业用语 但节奏轻松明快 不会太沉闷 也不脱戏 男主角从小人物 逆袭城公司重要角色的剧情 很吸引人 目前播至四集 收获不少好评 不过 这部前三集收视 只维持在4% 第四集还跌至3.2% 虽然收视不高 但目前网上回响 其实蛮好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哦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